报黎明早已将乐金儿爱的车牌过户给现女友。 原来去年10月左右,REVA这个车牌,已经转去Win的黑色代步车。 杠媒称这个转变由黎明的粉丝先发现。 新浪娱乐讯。 据香港媒体报道,黎明自从娱乐金儿离婚后,感情状况一直是单身,近日承认与小他19岁的助力Win交往,更证实要已经要当把,惊呆演一圈。 不过Win去年10月才和富二代男友交往,如今就已怀胎6月,引发讨论,而Win疑似不堪压力,已经把脸书,IG等社交网站都关闭。 不过还是有热心粉丝发现了两人恋情的蛛丝马迹。 黎明同乐金儿热恋期间,经常去一家叫做River的法国餐厅约会,黎明为纪念两人甜蜜温馨的日子,于是买了个车牌,就是REVA。 但原来去年10月左右,REVA这个车牌,已经转去Win的黑色代步车。 杠媒称这个转变由黎明的粉丝先发现,不过这个车是A Music公司,黎明做老板的唱片公司,登记,所以最初大家都没有留意。 今日有周刊报道了歌迷的发现,又是去年10月。 黎明在2010年,曾豪至500万元港币购入法拉利458。 Italia型号黑色超级跑车,当时挂上REVA这个车牌,还是A Music高层王凯文同助手子全代黎明收车同验车。 现在这个有意义的车牌,疑似已经属于Win了。 能量不做得更懂? premiersALOL 所以 评划